欢迎收看《精英级》 Joke,最近有什么精英生活心得? 最近忙于工作,没什么很分享 但我留意到,你也看过这本书 这本书是三几年前出了《Watching the English 观察英国民族》 这本书其实不是什么学术著作,而是传销书 《港术英冠》其实英冠写很多书 一百多年都研究自己 自己有什么叻,自己有什么蠢,自己有什么傻 这本书是The Hidden Rules of English Behaviour 英国人行为的潜规则 这样就不简单 我上个星期在书战也看到这本《减价》 是吗?《减价》 是,买一本送给我旁边的女生 是吗? 我觉得这本书是挺有意思的 有意思在哪里? 有时候,我在英国读了很多原书 但当你仔细地去分析民族性的时候 这本书基本上就是这本书 你就会觉得好像照着镜 挺有意思的 这本书是香港人 是呀 英文、中文 说到英国人的民族性 早前有很多 有一些所谓的学者 不承认这个学术界有民族性 这个话题 那我现在要掌它 这本书就叫做《民族性》 是非常严肃的 是在早年台湾商务引书本人 那个作者呢 其实就是一个英国的学者 叫做巴克 他是汇聚人类学 气候、经济、文化、宗教 去研究一个民族 他们的collective behavior 这个是中国大陆出的 叫做《中国民族性》 所以你说民族当然是有DNA 当然是有某种的共通的character 那说到精英、精英 精英里面有个英字 我觉得现代的精英 你不了解英语世界 我觉得没什么资格 对吧 你刚才介绍这本书叫English 你眼中的 由Herald到Oxford的英国人 你觉得怎么样 又回到我第一集 应该说到的事情 Independence of Mind 这件事是其中一个主要的特征 我记得 我不知道在哪里听过 但是 有人跟我说过 比如说如果你在牛津 你在大学 跟十个英国的那些学生说话 你可能得到十个不同的意见 你可能只有两种论 我觉得很有趣 回到香港 可能你问十个会不会都是一样 可能没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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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可能十个学生有两种颜色 一种是黄色 一种是蓝色 一种是蓝色 但去到大陆 不要说十个 一百个 就是一种意见 或者一种立场 这就是为何需要学术自由 和思想自由 对吧 在英国读大学 我记得最大的特征就是 它真的很开放 特别是学生 社交科学 整天的教授 他上堂或主持联会 他说我不懂 他摆出来的东西 是否真的他不懂 但是他会引你们去发表你的意见 以及在职场表达你的逻辑思维 另一方面 那些学生 通常即使是不懂 都会非常勇于参与和表达自己的想法 所以很多对中国人家长 如果你陪小孩进去参观 他在英国大学上一堂 你会觉得学费是白监管 十几万一年 你通常香港的家政会 进去会写筆记 take notes 然后先生 total budget 给你料理 然后你装 但是你在英国 不是香港要我 我不知道 应该都是 就是你上一堂 Samuel的先生 好像不是神由太区 好像这份工很容易做的 而比Lecture就不同了 Lecture就是他拿着整份 港语 好像一分钟是忘了 那你又不知道是否去年又是这些 还是春年又是这些 那你觉得大学教授 哇 真是很容易在收钱 是吧 实际上在外国 尤其是在我的大学 Lecture 是完全不用去的 是吗 每个星期 每个星期 给个book list 你自己去library借 不喜欢的看完 不喜欢自己选几本 最重要是有自己的看法 拿出来 大家咬一个钟 那就搞定 嗯 嗯 这个大学来说 真的跟中学完全不一样 是吧 是吧 所以为什么很多香港的学生 为了中国的大陆的中学生 去到美国读书 发生了文化冲突 你还是打算上课 喂料 灌输 教育不是一种灌输 教育呢 至少在外国来说 interaction 是吧 if not enlighten 所以呢 你要真的做了一个大学 一个好的大学 是 将你带去一个人生知识思考的 之路的那大门口 然后你这世就走下去 所以这个 我想就是 回到这个 什么叫精英的definition 就是回到这个 思考要独立 你自小思考要独立 或者自小去脱离 那个叫单方面灌输 那种教育的模式 越早越好 对吧 当然人们就太早了 你小学 当然要 你要识学三千字 当然要先生教你 但是到了 方三 方四 所以 你提出过 如何是法国的中学 才有 philosophy 所以这个 精英的东西 你早年在Herald 讀書 你觉得Herald的经验是什么 很特别 实际上 如果你想去一间好的大学 不用去你的学校 我相信你选择一间 Grammar School 英国的政府学校 认真真真地考高分 你一样有好的机会 但我觉得这种学校所培养的是 就是character 多个说是你读书成绩 但是你要有这样的tradition 这样的heritage 抵运 你才可以将学校的注重点 放在性格的辅量 如果不是一般的学校压力 我想很大 这个就是英国的boarding school character building 性格的塑造 就不是说在那里 是教你读书考试拿公分 这件事是中国人社里很难解释的 因为科举考试都是博金榜题 而2000年的科举 中间是教你寫八股文 以及怎样做到一个 你皇帝接受的摩托安神 从来没有在读书 博博的过程 有character building 性格塑造这件事 这变成了 真的不怪得 中国的科举 五四运动觉得 这是培养奴才 yes man 而很难培养 一个叫independent thinking 有些人的计划 对 是 是 character building 那么 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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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最重要是给你那种freedom 是 去追寻你的兴趣 你喜欢做戏 有个最好的theater 有个最好的舞台 给你去做 你喜欢做运动的 有很大量的比赛 你可以安排你去参加 最重要是你找到自己的路 无论你是什么路 学校都会鼓励你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最出名的 这个旧生是谁呢 就是Benedict Cumberbatch 是演员 Hero 没错 他Hero畢业 他Hero畢业 也是现在最出名的 我们的旧生 现在在大陆 是蜂魔 大陆笑了 有看过他的广告 有 有 买个SUV 这个叫做 密码游戏 解码游戏 他不是很英俊 但是他走出来 有那种高贵的气质 英国的社会就是这样 一看你的衣着 发型 和开口说话 对方都知道你是出生什么学校 对吧 所以没办法 这个世界 孟子 孟子也说 健言施齐 要做聰明的人 聰明的人 聰明的人 你要想 我要如何进步 和他一样 健不然而内自省 愚昧的 吵圈霸笔 说话垃圾 你不要表达票 鄙视他的神色 你仍然可以对他事事 但是心有警告 自己不要淪为他一样 这个就是精英的生活